针对一审的判决 我绝对会提出少数 新的市场高峰安石贤 早领做理会 恐怕七年四个月 替特公团四年 不断一心破国结果 上个月月底 表示说要上诉 在19年上月一天 委车律师 提出声明要讲诉中 当时要上诉呢 上诉理由是怎样 因为都没看到他 也不知道说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心情上会受到影响 因为毕竟我一直觉得 我的心知就是 哪来马当公司 同事们大家的这些用品 所以并没有所谓 给高峰安使用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高峰安以前的 左立王玉文 也是为他无人作的左立 一心破两年完成五年 他感觉很委屈 但是两个人一心破国的结果 减凰也很无缘 16日的时候 决定提起上诉 减凰任意说 发言价格林顶 高峰安11万块 够新高峰的犯罪所调 也没有把够部 那三十多万 加班会算进去 行动不可 拿去上诉 另外减凰任意说 王预文都没人作 而且没会议 反案的台独 和其他的作用 都差很多 没应该远行 其他的律师也表示 过去没人作 在这儿远行的案例 是很判斤 依据参合计则条例是规定 因处七年以上有些徒刑 但本件一审只判处 七年四个月 是属于较轻之行度 在一般诉讼实物上 如果被告未认罪 法院通常都会认为说 该被告未具有回忆 而不会给予缓刑 而在本件的诉讼上 在被告未认罪的行情下 法院给予缓刑 是比较少见的情形 早点做理会这个案件 减凶与被告都拿去上手 到底是打青筋 还是打太重 也会等判断 更在心理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最好看的台语新闻 MOD请收看民事新闻台